他是全网为一赶空翻飞越跑车的人 他的空翻技术非常的牛掰 空翻跨越如同武林高手 不仅可以空翻越过十个人 空翻越过五米的花带 还可以翻越十米的宽的河面落到船上 翻越抬球桌 甚至空翻越过一排影子 除了空翻技术 小哥的臂力也是大的出奇 在短短15秒内倒立行走武士街台阶 简直惊呆了众网友 不仅如此 他还学会了独门绝学蜻蜓点水 他身轻如燕 乍一看还是以为在拍功夫武侠片 牛顿看了都得摇摇头 表示这货我管不了 他也被网友称为第二个空翻掌门 他究竟是怎么练成这飞烟走壁的武林神功呢 今天小旭就带大家走进小哥的功夫之路 小哥来自贵州增益市 从小的他就被父母送到了少林寺 在里面吃了各种苦受了各种罪 每天的训练都让他筋疲力尽 但是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一晃五年过去 他已经练就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空翻技术也是在寺里面练会 后来就一步步挑战高难度动作 被一次空翻障碍都是在吃鞋的路上疯狂试探 长大之后他就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空翻视频 高难度的空翻技术让他迅速涨粉300万 他不仅精通空翻技术 还熟练一手飞烟走壁 鼓手攀墙 他在两面墙直接三跳两跳便可翻越上去 尤其是从五米的高台上一跃而下 这要是失误了 后果简直不堪想象 没有扎实的功夫真的不敢挑战这么有难度的动作 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啊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